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12号 我看到很多读者留言说是声音小 我已经很大的声音在这演讲了 我自己试听以下每一次都是非常清晰 为什么不清晰我不明白 希望大家谅解 你再换设备也是一样 那么言归正传 看一看今天这个重庆日报 说7月12号有消息讲 说是经中共中央批准 李明清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 你说一个常委还在中共中央批准 你就可以看习近平把这个权力拔得多么紧 累不累死了 你说一个常委 中国三十一个省市值 需要每个常委都得经过中共中央批准 你说习近平日理万机 什么都管 什么都管不好 你看现在内政外交一片困局 在国际上呢 过街老鼠仍然喊打 在国内你看斗得一塌糊涂天天 经济一路下滑 老百姓生活困难 这个 精力都放在什么 就放在整天学习和斗 斗的目的是什么 就为了当官 保住权力啊 首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重庆忽然间提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啊 这样一个年轻人当常委啊 这个本人认为这里很值得研究啊 根据这篇文章讲 就是疯狂网的一篇消息 讲的是 李明清是1956年出生啊 1965年出生啊 那是比较年轻 说最年轻的重庆市长委 你再年轻 你想你现在是个什么时代 共党即将垮台的时候 当个常委乐着这个样 是不是啊 这个太傻了 前几天那个 你看香港有一个人 写片文章写的挺好 他讲说这是像贴亮 要贴亮的时候啊 你要我没别住啊 你要我床了 这确实形象啊 中共随于现在默契了啊 这个我认为维持不了多久了 即使是很悲观的估计 也就是近几年吧 你想就算是拜登 这个没有勇气和中共亮剑的话 你想你想这个两三年以后 川普蓬佩奥这个 这个共和党又好上来了 我跟你讲吧 你等他上来你再看吧 是不是啊 我认为这个已经大势已去了中共啊 在这个情况下呢 陈敏尔就慌了 着急呗 先看看陈敏尔 李明清是个什么东西啊 65年6月生 56岁 重庆江境人啊 呃 思维党校研究生 党校研究生研究什么 就研究共产党这些虚伪的谎言 越研究越傻 是不是啊 1983年参加工作 92年上了共产党这个贼船了 给大家看看这个 你看 就这个年轻人啊 给大家看看 这叫李明清啊 新上来的所谓 这个重庆的常委 这是真是可笑啊 1980年15岁的李明清到四川省江津师范学院学习啊 毕业以后到这个江津县啊 四排放小学当教师啊 在小学工作岗位上干了七年啊 那可能 呃 教这个小学生 应该是个好老师啊 看着样好像这个人 呃 好像给我感觉挺老实的 就很难讲了 所以就85年9月到88年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汉文学专业毕业进修啊 进修啊 这个90年离开学校成为四川 呃 这个江津县教委的干部 教委小干部 之后呢 历任四川省江津县 呃 教委出教科 普教科副科长 啊 综合科科长 办公室主任等等 97年 说是这个崇庆改成城市了啊 呃 他就任这个将军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后来是提改委主任 办公室主任啊 呃 崇庆正言史人事秘书处处长 那可能文章写得不错 一般来讲在那个呃 正言史里都是大手笔 写材料的 给领导写讲话稿的 万胜区组织部长啊 完了副书记 崇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14年 呃 李明清接替李电讯啊 当了南川区委书记 后来当政法委书记 18年呃 副市长至今三年 也就是说他以前呃 曾经是排名第四的副市长 负责民政农业 水利 三峡水库啊 库区经济发展 三峡库区水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 扶贫 呃 供销等等啊 那说明他还是呃 好像给我感觉是不是比较能干啊 比较能吃苦啊 担任南川区委书记期间呃 调研发现有一部分南川区干嘛不在状态 他说具体表现是一是不会干 能力不济 表现得很庸 二是不想干 没有动力 表现为懒 三是不去干 没有约束力 表现为散 散 四是不敢干 怕为批评比较为怕 五是呢 不实干 只当批评 评论家 表现为虚 这个他玩这么做 辞刀 辞刀 倒来倒去 就是一件事吧 就是这个不实干嘛 是不是啊 就做的事少吧 这个意思吧 看来他这个也这个人好像搞不好我这个也是个马屁精啊 就因为什么陈敏儿他这个团队这些基本都是马屁精 派习近平马屁上来的 这低能共同特点是低能狂妄 而这个什么而愚笨 我用个词笨 还笨一个一个 你看他笨不笨 是不是啊 你看他那些人 那个人家刘鹤打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人家是贸易这个逆差 五千多亿他反制 笨不笨 你说你稍微倾斜一下不就完事了 你反制什么 你反制完了以后 那不更是逆差吗 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根本不懂经济 你想经济就是有平衡 人家买你的东西买的多 你买的人少 你多买的人不就高兴 这么简单的事吗 他非法反制 这一反制 整个川普倒向鹰派了 原本是鸽派占上风啊 你就可以看到他这人有多么底能 这人 陈明儿也是一样 你看他那个在贵州 他担任这个书记之后 之前在李战书当书记 出现了五个小学生冻死 他不细处教训 到他这人有四个自杀小学生 你就可以看他低不低能吧 他不低能 他能不能到那个地方去 首先是把这个事抓好 对孩子们留守儿童要 无为不知的关怀 每一个这个家庭的小孩 都要给他们解决学费问题 你是不是他这个人做表面文章 光自将新军的自将新语写得好 吹捧习近平都不干实事 所以他这个人要选人 我认为这个李明勤搞不好 所以也是个马屁警 是吧 说是他在南川区啊 开展什么最难办事 科室群众评比活动 这倒是有点心意啊 他是比较忘了 他这个整下本人 都不敢给上级提一节 你看就是玩下级的 李明勤当时还介绍说 已经有两个科长被免职了 可不是他怎么也下级 他敢对下级批评吗 你看他有没有政绩 以前曾经勇敢地批评 孙政才和薄写来的故事有没有 如果他有的话 证明这个人是个能人 他是欺负下级不是好人 不是这么本事的人啊 你看他近年来说 他团结区为一般人啊 做了很多事 说是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险等啊 我估计确实可能 陈敏尔准备离开这个 重庆了 高盛 想在这个重庆 留下一个眼和线 留下一个敌系部队 这可能他看好的一个人啊 所以他是最年轻的常委啊 说现任的常委书记陈敏尔 60年9月份生的 市长唐宁志是60年6月份生的 副书记吴存荣是63年生的 说其他的重庆常委啊 还有张明是62年6月 政法委书记刘强是61年12月 十几位书记沐红玉是63年 秘书长王富62年 李静是62年等等啊 大部分都是62年以后的 他举了很多 我不去一一列举 一一列举了 他的意思是说 他这个人最年轻的 那我认为他 陈敏尔为什么现在这么着急 就是他知道他20大 可能要往上爬 按照他想象 习近平成了终身的领导人了 他是自将新军 以前他们都是铁哥们 这回他永远是大臣了 只要是吹换皇帝就行啊 他打他的算盘啊 所以我认为 陈敏尔之所以也重用这个李明清啊 似乎表明李明清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是地方干母啊 可能还挺勤奋 第二呢 刘徐律拍马拍得好啊 领导拍得舒服 领导高兴 第三呢 留一个将来小特务 眼线啊 将来一旦他到了北京去了 当副主席了 或者书记书书记 或者是顶替王沪宁啊 当了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啊 可能这个李明清就属于他在重庆的一个低系啊 也许会把这个李明清在走之前提拔一下 即使提拔也不能弄得太快了 他在常委嘛 估计下一步是副书记的 这个也有过程 但是他可以做一个监控 这个重庆一把手的一个眼线 经常走点情报 大大小报告这样的 一般来讲习近平这个团队这些人啊 就像马屁鲸都喜欢那些能斗的啊 能传递信息这样的人吧 所以但是我认为这个人叫李明清 他倒霉在哪里 他倒霉在共党已经气速已尽啊 是在这个没落期走向灭亡 这个之前的这个阶段啊 就受到重庸了 那搞不好 没赶上这一半人 或者赶上这一半了 这些人被党内对立派给全挠起来了 他跟着倒霉 开始肃清陈敏尔的语毒了 他跟着倒霉啊 即使是陈敏尔真上去了 你要是和国际社会作对的话 那美国罪责索赔啊 或者是习近平头脑发热 和台湾发的冲突的话 那国军打进来了 国军不要看小 国军站在这个道义的制高点上 是一个民主的这样政体 是不是啊 那中国的老百姓是从心里是拥护的 都希望社会能够民主的转型啊 当然都想和平的转型 那他最好了 所以本人认为这个李明清 这个是叫什么 叫身不逢死也不逢地 所谓不逢死就感到一个尾啊 这个政权将崩盘的时候 还倒了馆了 叫东比话叫将来捡挂闹 捡倒霉的事 那么从不逢地 这个是个是非之地 也就是这个重庆啊 历来是官场内斗的一个焦点 你看在这之前 这个倒了多的官员啊 这个薄熙来孙政才 是不是啊 王立军最后还有个任学风 从楼上飞出去了 是吧 共产党正吹捧 这个治理能力现代化 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还没讲完 互通一声 有人从楼上就跳下来了 在京西宾馆下来了 这个碎的 这个粉身碎骨啊 结果马上把会场就搬到 这个民大会堂去举办了 你说这么个地方 还有人愿当官啊 就是人呢 鸡齿不鸡打 就像那个鸡啊 你给把米啊 打跑了以后 这骨头又来吃那个米 所以这个 这个欲望啊 人就 人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 就当官 升官发财 这个欲望 这个本性不能改啊 所以这个 尽管出了这么多事 重庆还有人愿当官 这个特别可怜啊 特别可笑 就是为世人 为后人所笑 一代一代都是这样啊 但我认为啊 即使中共这个体制不垮 你听我讲吧 听我给你预测 未来在若干年当中啊 就是习近平的派系 肯定是得整肃下去 到那时候 又开始清除 陈敏尔的余毒了 到那个时候 从今老百姓 你看这下坏了 这每次余毒都清理不完 一查接了一查啊 这真是那个 三枣驴变骂子 一代不一代啊 一代更比一代坏啊 一直坏到今天啊 那么今天呢 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